天主教信仰课程1.2单元 宗教与生活 各位大家好 信仰前导1.2单元 宗教与生活 有些人说自己没有宗教信仰 但又会谢天谢地 又或曾抱怨说 如果有神 神怎么会容许不公义存在 当一个人怨天问神 正代表他开始思考神是否存在 没有宗教信仰不一定是无神论者 可能只是暂时未能具体表明自己的信仰 又或人在寻觅中 现实生活中的宗教现象 人认识神 宗教的渠道有很多 不少是来自生活的经验 从中体会到神 宗教 生活分不开 而生活又可分为内外的经验 源于内 人或多或少 对自己的未来有一份好奇心 有人会透过不同的占卜方法 预测将来的事 就算只是抱着好玩 知道也无妨的心态来参与 未必完全相信 但最终或多或少 也影响了自己的心情和处事方法 这些都是发自内心的必然结果 相信及渴求外力来辅助自己 再者 不少人在日常生活中 例如事业家庭遇上困难 或遇上天灾人祸等超出人能力的事 内心便有一份渴求 祈求上天祝佑 盼望有一股超现实的外在力量 来打救自己及社会 这种发自内心的情怀 是很普遍的自然现象 但是人对上天 神的寝慕和渴求 这种自然倾诉心理的自发情操 深长于人内心深处 是人心最真切的流露 而天主教会相信这普遍的渴求 就是神与人心深处的声音 透过这呼声吸引人去寻觅他 行于外 新世纪新科技时代 人们经验着快速的实用科技 和繁荣的物质生活 有些人认为信仰宗教不切实际 只为一些心灵空虚的人 但另一方面 社会上又经常出现一些希望 能够吹急避凶的现象 例如择日结婚 开工搬屋 年头求神 年尾仇神 摆风水正祸 佩戴特定事物吹急避凶的 人人都抱着 宁可信其有 不可信其无的心态来跟随习俗 既是拜神 当然 在其中也有许多人是诚心笃定不移的 总观以上现象 有人认为是出于人本身没有安全感的缘故 也有人认为 这就是宗教现象 是居于人本身对自己能力有限的觉醒 而渴求外在的力量的庇护 自古以来 有人类 有社会群体 便有宗教现象出现 例如原始民族的精灵 事物崇拜 认为万物都有神灵 将特别喜爱的物件 比如受古事物等 视为祈福消灾的灵符 显示出人对超现实力量的畏惧 并寄予希望 而各国各民族的神话故事 尽管故事发展各有不同 但都有一个共同的模式 神仙有超于常人的力量 而且都是赏善罚耳 维护公正的 宗教是什么 要了解宗教是什么 我们可以先看看不同宗教 比如道教 佛教 基督教 天主教等的共通点 首先 一般宗教团体都有自己的组织架构 最初团体内有一些专责管理 教内事务的人 就是教长 道长 神职 人员等 然后集合众多信徒 组成教会 就是教派 他们在教会内分工合作 彼此负责 只不过有些宗教团体 组织较为严密 以及具系统性 有些则比较简单 其次 各宗教有自己的教义 就是教理 让人认识这宗教 相信什么 从而引申出一些规条 要教徒遵守 作为生活的法则 当信徒愿意归一加入教会时 通常都会先研习教会的教义 并表示愿意在生活中笃信力行 所以教会内的信徒都是有共同信仰的人 最后每个宗教团体在信众聚会时 都会用一些仪式来表达他们的宗教信仰 例如基督徒上教堂首礼拜 参与弥撒 佛教徒诵经 礼佛等 这些都是为了对其所信奉者表达的一种敬仰 和爱慕的方式 宗教的内容 我们看过不同宗教团体的共通点 那么宗教所谈论研究的内容又是什么 在讨论宗教问题时 我们不能离开现实生活 而个人的现实经验又是那么广泛 所以宗教的论题真是大之又大 但是无论它所涉及的事物何等广博 一定离不开两个主体 人与超越的存在者 也就是此两者间交往的关系和过程 这个超越的存在者 各宗教有不同称呼 如回教称为阿拉 基督教称为上帝 天主教称为天主 对一般人来说 这些都是对神的称呼 由此可知 若从人的角度来看 宗教所研究的对象是神 所叙述的事迹是人与神交往的过程 在人生交往的过程中 人透过对教义的理解和对神的真诚信赖 逐渐推广其对神的了解 认知既而发展并加深神人间交往的关系 不同的宗教 每个宗教都有自己的基本教义 向人宣示一种超越现世今生的境界 以及除了今世的生命外 也鼓励人追求一个不灭的永恒生命 例如佛教认为人生是无常 无我和苦的 这个苦不在于现实环境造成 而在于我的修炼在于能否修善行 这正是生死轮回不息的后果 佛教修炼最高境界叫涅槃 一级解脱 印度教也相信因果轮回 并认为人和一切生物都有灵魂 躯体死后 灵魂可在另一躯壳复活 而现实生活便是人转世的准则 他们以废陀经作为经典教义 回教 赌信唯一真神阿拉 信人死后复活 即末日的审判 人要承认自己的信仰 并行祈祷灾界来敬拜真主 可兰经是为回教的圣书 最后基督教和天主教所信奉的是 独一无二的真神 相信天主 神创造了宇宙万物 而这位神在两千多年前降生为人 来到世上拯救所有人 他就是耶稣基督 教会以圣经为最神圣的经卷 往后的课题 我们将会详述天主教信仰 启示的宗教 翻开史实 追本溯源 天主教有详实的历史记载 旧约圣经中记载 天主首先告诉以色列民 他是自由者 而以色列民族祖先和先知们 便是这个信仰的传承者 以色列民是崇拜一神的民族 保持独一无二的真神信仰 和当时周边多神论的民族 可见于各中东历史资料 很不同 后来耶稣降生到人类当中 亲自告诉人有关 这个独一无二的真神的事 和他与人类的关系 让人更清楚地认识到真神的面貌 这个由神亲自向人 展现他自己的行动 我们称为启示 换言之 这位至高无上的神 以人所能了解的方式 向人揭示及披露他自己的本性 这些超过人思想 所能明白的事理 天主教会相信 除非神自己给人讲明白 否则单凭人的理智 是无法找到圆满的答案 天主教会肯定承认自己保存了天主启示的全部真理 而自称为启示的宗教 面对宗教信仰 自古以来 宗教信仰的现象出现于人的社会团体中 纵使人在生活中 不可能完全脱离这种现象 但人不一定去接受和信奉某一个宗教 于是在面对宗教信仰这件事上 持不同角度的人 便有不同的反应和态度 科学进步的今天 任何事物都可以作为研究对象 自然的宗教早就成为一门科学 历代也出现无数的宗教学者 不过这些学者却不一定是信徒 反之 有些是宗教的反叛者 是无神主义的信徒 一般来说 他们将宗教视作为一门科学 一样事物来研究 把自己自身于人神关系之外 做个旁观者 这样他们自己与信仰宗教 是扯不上关系的 于是令一些诚心要寻求信仰的人 面对信仰的态度又该如何呢 首先要知信仰不是一样物件 不像买东西般迎货两气 说要便可马上到手 说我相信便真的马上相信 信仰是人神的关系 关系是一个过程 要借着时间交往和透过生活体验 从学习知识开始 然后明白领会 渐渐建立与神的关系 旅行有关的生活准则 学习交托给神 慢慢到的时候才可以说 我找到了信仰 因此 为初接触宗教信仰的人来说 要先投入 寻找与神交往的经验 同时在生活中反省 从经验中求证 过程中可能会引起一些疑问 或觉得矛盾的事情 这时候便应该提出问题来 或许这是个宝贵的经验 是你个人与神的相遇点 不过在信仰生活中 另一最重要的是 要常保持一颗谦善 简朴的心 就是要学习对神的信靠 对事物的开放 以及对自己的信仰负责任 以上 天主教信仰课程 1.2单元 宗教与生活 感谢您的收看收听 请不吝点赞 转发转发 он 平 já订阅 otyい 快疾程 座